批评对手川普阵营散布假消息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选前冲刺专攻非逸选民 接受知名媒体人查理曼大神电台节目专访 喊出大麻处罪 有别于川普先前力挺佛州娱乐用大麻合法 贺锦丽誓言以全美为出发点让大麻合法化 同时承诺继续推动2021年在国会搁置的弗洛伊德警务改革法案 极力争取非逸男性选票 有分析认为贺锦丽刻意针对非逸男性选民寄出政策 可能造成反效果 川普则到关键摇摆州乔治亚州呼吁选民提前投票 路透社一普索罪新民调显示 虽然贺锦丽以45%稳定领先 但川普以三个百分点之差紧咬 选情持续呈现紧张拉锯 近新闻王杰江振兴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五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